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演练的理议题 Sine 60度-α cos 30度加α 加上cos 60度-α sin 30度加α 你发现这两个角相同 这两个角也相同 那你会想象这个是sine A cos B 加上cos A sin B sine A cos B加上cos A sin B 就应该要等于 sine或sine 男佩男女佩男 男佩女佩男 应该是sine 对不对 然后呢 中间加了我们就加了 所以应该是sine A加B 那就是60度-α a 加sine B的话是30度加α 好 所以应该是sine的α加为达 那你把α消掉 它就会变成sine的90度 那sine 90度刚好是0 好 这就打开就算了 好 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这里方法就会有很多种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它说sine 200度或sine 280度 剪较sine 100度或sine 160度 好 那这个你就尽量去想办法 变成sine同样的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啊 sine或sine的 你可以尽量看怎么样挂成这样子 好 那这里有两种解法 第一种解法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可以变成这个是sine的 200度可以用180度 气压20度对吧 好 所以它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会跟20度有关 这个呢 cosine的 280度可以用360度 紧掉 80度 那这个第八 它等一下怎么样 90乘以2 单变双不变 双嘴不变 就是sine 20度造型 正负段向线 就是第三向线 对sine来的之类 这个呢 90乘以4 双嘴不变 所以是cosine 80度造型 正负段向线 就是第四向线 对cosine 正的 那后面这边 这个可以用sine的 这个sine 这里出来是sine cosine 所以你最好啊 这个也要变成cosine 那cosine要跟sine就不一样 那sine就要跟cosine的角度一样 要跟80度一样 所以最好找80度的 sine 100度可以用180度解为80度 所以这个解我先造操 那这个 90乘以2双不变 所以是sine 80度的造型 然后正负段向线 是第二向线对sine来讲是正的 是正的 好 再来cosine的160度 那我们说cosine这个就要跟sine的角度 这是20度 所以这里最好找20度的 所以这里要用cosine的 这里这里 cosine的180度减20度 好 那 这个180度也是90乘以2 也是双 双不略 所以它也是cosine 然后20度造型 然后正负看向线是第二向线对 cosine是复合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 这个等一下夫妇会得证 那这个有一个sine cosine 是sine cosine那是负的 那我把这个写前面好了 因为这个正的 所以它是sine的80度 cosine的20度 好 这个把它写在前面 然后再解掉 sine cosine 这个就是cosine sine 然后这里80度你会发现 你可以看以80度 错 sine的20度 是20度 没错 所以它可以变成sine的 男配女配男 所以它可以变成 中间减的那就两个相近 80度减20度 所以它就会变成sine的60度 sine的60度 sine的60度 sine的60度是能以多少呢 2分之5号的3 2分之5号的3 也就算出来了 好 那这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说 你还可以有第二种想法 对 第二种想法 是这样子的 我把这个看作是270度 减掉70度 所以它就会变成sine的270度 减掉70度 好 那这个我还是不变 cosine的360度 减掉80度 那这个呢 这个我先把它做一下 这个就是 90乘以sine单变 这就变成sine的70度 对不对 这样复派向线 这是第三向线对sine的 这个跟刚才一样 双不变cosine的80度 第四向线正的 你会发现这里是 cosine对不对 那这里最好后面就 你会找sine3 那所以 这个是70度跟80度 那你这里最好要找70度跟80度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要变sine是10度 我这里写错了 这里看错了 这里不是 这里操作不是 不是20度啦 是280度 所以如果你 所以如果你 280度 这是解荷的这上面 解荷是这里 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 这里一样 然后这里 应该是100度 100度的话 塞的话可以用 180度 减掉 80度 这个就等下会变塞 然后这个呢 会变成 这个要变函数 这个变成 90度加上7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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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会变成 单变双不变 双嘛 所以不变 所以它还是sine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这里是cos 这里就是sine 所以这是双不变 所以sine是80度造型 正负看向线是第2向线 所以是正的 OK 然后这个呢 90乘以1要变嘛 cos要变sine 对不对 然后70度造型 然后这是第2向线 所以cos是正的 好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什么呢 cos的70度 cos的80度 cos 然后这个 负会得正 然后把负号提出去 它会多一个负号 然后呢 sine的 80度跟sine70度 那我们为了跟这个配合 sine70度写在上面 sine80度写在后面 好 所以呢 它就会变成负的 然后这个中间解的 对cos来讲 cos cos来讲 它就是变成 70度加80度 好 负的cos的 负的cos的 150度 那cos150度呢 可以写成什么样 180度 180度 减30度 那90乘以二双最不变是cos 30度造型 第2向线 所以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负了我造差 那是cos150度 负了cos30度 负负得正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cos30度 cos30度呢 最后就是二分之分到三 所以我们答案以四分之分到三 看看有两种做法 看看有两种做法 有两种做法 有两种做法 对 对